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我们今天就要聊一下来韩国念书的事情 那很多人听到韩国留学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韩文是不是很好 如果我韩文不够好的话 是不是不可以来韩国念书 其实不是的 因为像我本人的韩文就没有很好 那韩国有一些课程呢叫GSIS课程 那什么是GSIS课程 GSIS的全称呢 就是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学的研究生课程 是由韩国排名前级的一些大学开办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读的就是韩国研事大学的GSIS 那除了韩国研事大学呢 还有比如说国立首尔大学啊 高丽大学啊 汉阳大学 刘涵女士大学等等等等 他们都有开设GSIS课程 那其实每一个学校的GSIS课程呢 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他们在课程设置上面 或者是说师资上面也会有自己的不同吧 就比如说拿我现在就读的韩国研事大学来讲吧 所有老师的背景都很厉害 就是都是从国外名校这样毕业过来的 那GSIS的课程大概是哪几类 那就韩国研事大学GSIS课程来说 它其实主要分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韩国研究或者是韩国语研究 是偏人文方面的 第二个就是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它就可能比较偏无盈利组织NGO 或者是比较偏政府类型的 政治类型的 第三就是我现在就读的ITFM 它就是完全是偏上课 走上课路线的 那其实来韩国念GSIS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就是GSIS是全英授课 如果你的韩文没有很好 而且你又很想来韩国念书的话 你就不用再多余这样空出一年的时间 留个语学堂去考韩国topic 但其实话说回来 就算你用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来韩国专门学习韩文 其实你的韩语水平可能 不够完全吸收大学老师 或者是大学院的老师 教授你的课程 就比如说你要用韩文写论文啊 你要用韩文做presentation啊 你这各个方面可能都是比你同学 就是比那些韩国本地的同学要不足的 所以这方面会吃力很多 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韩国GSIS课程的学生 来自的国家比较分散 那你就可以见到或者认识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其他学校的招生标准 其实我没有很清楚 但以韩国严式的GSIS来讲 它每次招新生的时候 都是按照国家的比例来排的 那就是确保了每一届的新生 他来自的国家都比较的分散 那就很少会出现那种 哦这次来了80%都是本地的学生 或者是80%都是讲中文的学生 就完全避免了这样的尴尬 第三点就是说GSIS课程 和在韩国的生活费 一定是比一些欧美的国家 要便宜许多的 但是你得到这个环境 又确实是一个国际化的 一个商学院的一个环境 第四点就是就业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最近韩国的那个就业环境 还是比较严峻的 但如果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尤其当你会讲中文的话 其实优势还是蛮大的 像我身边所有会中文的同学 只要你想 其实找兼职是 还是一件蛮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便利或者说这个优势 就延伸到了毕业后的就业 第五就是韩国嘛 始终还是位于亚洲 那其实对我们这种讲中文来说 回家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之前想过 我如果真的去欧美那种地方念书的话 可能一年回家一次都很难 但我现在在韩国念书 可能一年回去两三次都可以 而且你父母来探望你 也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拜托帮我帮我按赞点个赞 并且评论 好关注我们要 我们下屏幕再见 谢谢你 收看最后啊 你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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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跟大家在这里啦